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今天有賭臣 因為賭臣事先張揚 賭臣被我逼出來錄了一集小米港股 筆日上映 筆日好像是那些鹹片一樣 筆日上映 Coming soon 當然了 賭臣講碼太久沒有講 所以我當然叫一個專家出來 而且很久沒見了 自從去完京都之後 都少少上來 先介紹京都 現在要大飛哥來講一下 今天就有很多話題 很多人都講 先講一下新加坡 其實新加坡倒閉不關我們香港人的事 為什麼好像這麼多人都講呢 是不是地域的問題呢 就是大家都是 還有 我覺得這麼多人都講的 是不是因為亞洲四大聯賽 新加坡 新加坡這段時間都講 我這樣形容是對的 香港的人 以前 城市的時候 香港那些騎煉呢 香港一般的話 就去澳門的 澳門電的時候 澳門有些人 如果可以進一步呢 就去新加坡的嘛 就是馬雅 鮮文樂 今天 鍾野誠去不了而已 不過現在鍾野誠 可能還覺得 去不了 都很開心 也是挺好事的 是不是 曾經傳過 錢建明去新加坡發展的嘛 甚至 問了就暫時不是 我想現在應該沒有這支歌仔獎 曾經傳過新加坡的賽事 其實就比較 再叫做有那個聯繫性 香港就沒有 其實 少一些 即是新加坡 我覺得 趕得好像 哇 震了 究竟是什麼問題呢 覺得 都不是沒有聯繫性的 以前就當是ATM的嘛 兩三場國際賽是當作提款機的嘛 是的 唯一的聯繫是在這裡 應該訪問方家拍吧 最後一個優勝了 香港 遠征 新加坡 川河專區 當然啦 也是警惕啦 是不是 因為賽事一不受歡迎 就可以馬長一策 我也是第一次聽 但是香港不會啦 香港不會啦 香港這個是 這個是歷史的流亂 其實是文化不同 沒錯 沒錯 中國人真的是比較難倒一點 真的比較難倒一點 還有賽馬這件事已經深入了民心 真的沒有了 我覺得就難了 你想想 彩詞一直不停升 都沒有停過 不 最近跌了 因為是經濟而已 不 剛剛黃昏馬跌了 6%馬跌了 6%不少 但你記住一個說話 這句說話放在前面說 不是恐嚇大家 你們經常說那些重化馬跌了 當我那路接軌了之後 等於現在高爾夫球場問題 到時候有 很多人就會問 你又跑了重化了 那香港要不要這麼多馬跑 要不要租一塊地 重化跑就可以了 大灣區賽馬 香港是不是拿地拿來蓋房子 蓋房子 肯定有人敢說 信不信由你 現在你希望重化跑馬 還是不希望重化跑馬 新加坡這件事 就顯露給你聽了 不行 因為香港很多稅收 是在賽馬那裡 衍生出來的 你試一下 沒有它 等於 疫情也要跑馬 何況遲些 是 如果你聽我這麼說 香港沒有 政府沒有 沒有 貿會不行 那為什麼不停要推 不停要 要 要 要推廣這個重化賽馬呢 那大陸都想 收 稅收 不是 如果大陸想稅收 這件事應該一早水路渠成 是 是 我覺得 你記住 現在告訴你 隔離埠 澳門 今個星期六就跑這個打比預賽 大家記得欣賞 因為 為什麼 真的怕 跑完之後沒有 新加坡就告訴你 你又賺不到錢 澳門賽馬會賺不到錢 年齡虧 沒什麼稅收 那 你又豪不 也很坦白 澳門人都不喜歡賭澳門馬 這件事大件事 你聚不到眾 其實新加坡也有這個問題 新加坡人都對賽馬的關注 或者熱誠的程度 都不會比澳門好多 不是 至少新加坡有七八隻馬 澳門也只有230隻馬 那你怎麼捱下去呢 我真的用這個捱字 所以這個禮拜 打比預賽 大家有得看就好看 我不是開玩笑 如果你這樣走勢 喂 他連年都沒有稅交 那你用什麼又是另一條招 你不要說 你不要經常跟我說 何時家族不會收拾 你能夠保證嗎 我小時候就想不到日園九場收拾了 最好笑日園九場收拾了之後 到現在的位置都還在 一些東西都沒有改過 又說拆來起鬧什麼 其實日園九場的觀看就不好 知道嗎 他那邊看過去 轉彎的位置 就是鏡湖殯儀館 那裡還有墳墓 鏡湖殯儀館反而還 鏡湖殯儀館有裝修過 做了一棟新的東西 殯儀館有更新的 九場也拆了三四年 說三兩年肯定有 到今天都還 因為我那次特地走去發耳機 是 真還在 什麼都沒有改動過 那又說起鬧 他說 那天上個禮拜講開 索馬尼泉林世界 說人家說 還有波爐在踢 連鋒頭場 去中間那裡 但是他那個場很差 我也踢過 嘩 你是哪一隊 你是斑西加 那時候 梁瑞榮在那邊教 U十幾 那些小孩 我們有走過去玩的 嘩 還有Captain跟你朋友 那是朋友 他們認識他 我當然不認識他 認識我是老鼠 不是的 不是的 好神有了道 所以這個禮拜 澳門第三場 記得要封場 打給魚塞 跑完打給魚塞 夏季都不知道是什麼世界 如果最近澳門 香港馬運過去 又沒有了夏文 沒有人 沒有人說 究竟有沒有馬運過去 都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說 沒有人說 這些事情 靠這件事都死了 香港運三十隻 退役馬過去 幫到你多少 三十隻 退役馬很多 不是的 不是的 但是 大力波有多少 所以 所以澳門馬 我們都要 我想起 新加坡 馬我們都要這麼關心 澳門馬 都有港澳杯 澳港杯 我們要珍惜 曾經董標開過倉 我們現在認識的 錢建靈 何零 都是香港人 值得珍惜 所以這個禮拜一定要 捧打給魚塞 捧馬主聯盟 真的 因為這個 錢建明 重金禮聘 查維斯 來騎 不是開玩笑 不是馬主邀請 是錢建明 和查維斯 重金禮聘 就是 飽食叔 酒店飛機 邀請查維斯 來拼命 你說這個年代 查維斯就夠熱氣了 這個年代 還肯來老闆騎 老闆騎 老闆騎一天 如果馬主聯盟 這次有表現 即是說阿明 不知道七月中那個打比 就原裝配搭 給大家提示 這些 豪馬台也未必有 那是不是應該要支持一下呢 星期日你去澳門 跟我買五十元 五十元 買二百五元讀贏 二百五元批 你跟我去澳門 你跟我去澳門 幫我買 會不會連 你去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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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澳門 大家常常珍惜 都要珍惜 因為為什麼 賺不到錢 新加坡說 你賺不到錢 就拿來蓋房子 香港不是很受歡迎 你知道 日本那些 我們遙不可及 大飛也熟 香港 如果有一天 我便想 如果有一天 重化成功 會不會影響 我小時候到現在都說 跑馬地話策 我不是開玩笑 雖然你說古蹟 跑馬地話策 我小時候聽過很多次 會不會有影響 那你說 你已經和國家接軌 又重化 那你不需要這麼多馬場 我也認為不需要這麼多馬場 就是你城市馬場 用來蓋房子 跑馬地那塊地 怎麼可以 這樣也是 但是我又覺得 他衍生的稅收 很難放棄 因為你在香港的稅街 是很窄的 因為他只是薄彩稅 和印花稅 佔了大部分 我大膽地問你一句 我們國家如果一天 就是一帶一路 花了這麼多錢 我們國家需要一些稅 幫不幫到手呢 進一步 進一步我們國家 再派人下來 賽馬會 做個高層 可以不可以呢 這個很難說 未來 所以 那句 珍惜眼前人 新加坡的 趁去夏天十月 如果想去新加坡 跑馬的朋友 不要等夏天十月 馬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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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點去 就叫你們碰馬 我勸大家 暑假好去 因為全年跑馬 很早點去新加坡 帶給你們 因為十一月 可能去到 現在說明年十月 沒得跑 可能去到明年的一、二月 已經不見了 幾個馬房 都不奇怪 可能全部走 那些鬼路 澳洲人全部走 很多人都說叫黑來門 來門 來香港開倉 香港我不知道 那些 有沒有人接黑來門來林家 是不是 林家 叫整隊兵來 給人家 立刻整隊兵過來 都可以 反正香港欠馬房 如果他們有馬房來 帶整隊林家的馬來 何來而不為 是不是 我覺得香港應該做這些事 香港經常都找不到惡白人 找不到大 用這個名字來開馬房 其實對香港有幫助 撐著頭也好 我永遠覺得 這件事其實不是沒有想法 是 其實反正你 好過你找什麼廖康銘 廖康銘 我不知道他 何況說 他說下季 他的馬房只有三、四十隻馬 他號召力不夠 毛毅傑來 可能都 始終毛毅傑是華人 那你叫他來什麼 那不是 很坦白 那就要時間 給他 賽馬沒有時間 尤其是香港馬 就真的沒有時間 沒什麼機能 你看看日日 你有沒有留意 阿大飛 每天都四隻馬 四隻四隻 這樣退役 是啊 一到季尾就是這樣 跑殘了 那些馬 大哥 六七萬元的馬費 你計算了 燈油火 一年八十四萬 不要說還有繩子 怎樣 踢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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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麼都沒有說 整球啊大哥 真的集疫整球啊大哥 你怎麼搞啊 真的 沒什麼 所以手做什麼呢 不是 我自己是百虎巡浪 所以大家要珍惜現在 無論是香港賽馬也好 我不是說什麼 有時候 澳門 真的要組團去澳門跑馬 接下來 大家有興趣 今天報名 我叫大飛抓飛 大飛大隊 我們去澳門跑馬 最多叫棟哥幫我佈張檯 在會員那裡 叫錢建明幫我們佈張檯 我們組團去澳門跑馬 為什麼呢 怕第二天說 有什麼東瓜豆腐 那時候說就遲了 是不是 那時候才說免華以前 那就無謂了 趁現在 五場就五場 本來我也不會去 看新加坡這件事 真的要滅 澳門賽馬會 我對上 19多年去 我也去過 去過不奇怪 疫情前我經常去 這麼難度 那時候有六場 那時候是新加坡馬島 是 我不知道 那時候 七八年前 有沒有 六五五五六年前 還有 逢星期三有南非 是啊 對啊 путеше 不是我怎麼會認識基根 就是那一段時間認識他 那時候認識他 澳門認識他 叫欺威心 不是認識他老鼠嗎 杜美爾那些都認識 不是香港介紹的 大哥 接下來是組團 如果不是 好像 這些賭博遺產 新加坡我未必有空去 因為我沒有感情 即是你國際馬迷 你搞 你就應該去 我就跟他沒有感情 坦白 我只是去捧郭偉紅牆 他應該來不了香港 我不知道他來做什麼 馬拉 馬拉有兩個馬牆是不行的 這個霹靂 奔城和怡保 不行的 得雪爛惡 那怎麼辦呢 我真的不知道 香港真的要珍惜 所以不要再推舉這個 常常說的蟲化賽馬 不要想那麼多 我認為就是小弟如見 常常說到這樣 不要啊 接下來澳門賽馬 就要搞一次去 好嗎 美食團 那大飛做領隊 你做副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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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一隻鴨仔 要夾夾時間 說明坐金巴 不坐噴射飛航 很貴 很貴嘛 很貴嘛 星期六去二百元 去而已 回來兩塊幾 四塊幾 一開波數 噴射飛航 我約了你 港主澳大飛航 好 想想 一語個馬 好了 那就講一下吧 昨天呢 很多人呢 議論紛紛就是那隻獨角獸 那獨角獸呢 跑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都有跟我說的馬 是搶屁面的 但是呢 今年呢 這個 阿田泰康先生 雖然呢 大家不是不相信這些 我常常認為巴西事件對他有影響 上個星期 他終於贏了兩場馬 原來整個五月就贏了三場馬 那昨天有沒有贏了馬 昨天好像沒有贏了五個昨天 那暫時你又不覺得他 總之他的表現呢 好飄忽啊 其實我告訴你 今年是 田泰康真的很飄忽 不是 四月就不錯 但是呢 話說就 就是 莫雷拉宣布不玩 然後馬雅又不玩 蘇兆輝和波吉仙捉了之後 博吉仙捉了之後 我不知道啊 總之 六月跑了兩次都還沒有贏 五月三十一號也贏了兩次 那 這個星期呢 他拿著一隻幸運遇見 正路也不能輸了吧 嘩 但是他這樣的運程 你真是 都不知道想不想遇見他 手工不順 真是 說真的 昨天 昨天跑三個第三個 都靈福星 勁無敵 馬蕭雄 三隻第三個 嗯 所以他拿了十二分 不是一邊 是三個第三個 是啊 那 他是全書 基本上因為他體能好 差不多是全書 那 六月四號 那天可能有大事發生 一開球看他搏兩隻 我就知道是壞的了 我買了一張 我給了一張貼士給張登傑彩 他拍照輸了給阿希偉森 是 那我知道 那天都沒有運行 接著他打後都是 就是維港智能啊 天天得樂都是跑第二 那都是 六月呢 跑了兩次賽馬呢 就暫時還沒有交出頭白 那不知道這個月會不會 好過上個月三場 但是這個星期 幸運遇見應該都很難輸了吧 都沒有什麼對手了 已經 明心之餘又跑了菊草了 已經 是啊 你又沒有對手 是不是 不過呢 昨晚呢 我們也要請大飛哥 平一平 獨角獸 是 跑得怎麼樣呢 大腦 沒那麼離譜 大腦 就是 很奇怪的一個處理 先說 就是頭段 三檔 三檔起步 其實馬走一圈已經很急 很心急 不知情緒不太好 但是呢 早段呢 他有堅持成才和勁快聯盟快的 那就先留住 這個位置都合適的 因為 他見有兩隻馬走 一確保一定有遮擋 OK啦 其實最大問題都是對面直路 我想過了800米 就是跑了半島 他是不是當作是浪漫勇士 如果是浪漫勇士的話 很誇張 他好像說要浪漫勇士 會不會呢 這段是慢了一點 因為成才貼得很難 一定要保存一點體力 這裡就開始走了 田太安好像騎末段一樣 是啊 但是又過不完 是啊 這麼大力 這裡又不再過了 再過了 幹什麼 這裡就燒了一隻成才 一起去死 那你一是正路 你就再過了一隻成才 自己帶進直路先 其實這隻馬頭段 雖然說成才這麼慢了之後 那一段其實 也有點不穩定 那為什麼不一出閘 就被他走著成才 或者自己放頭 其實就是一個很無靈兩可 或者一個很奇怪的處理手段 這場馬真的激死了 那你不就無端端發達了 那些狗魂的貫寶區 是 跟得住你 你兩隻馬這樣 哎 那隻肖狼中 哎呀 握一步啊 激死我啊 我起個精靈 半腦在後面埋欄 塞住了 就知道死了 你看看 那這場馬 你平他怎麼平呢 田太安 真的 真是一個比較差的處理手法 今年你見到好像退步了 你覺得嗎 哎 是否浪漫用事 搞到他人瘋了 還是莫雷拉 搞到他人瘋了 他 他 搏一些下風 下風 少下風的馬 很明顯有很多失誤 那些極無敵 馬曉雄 被網空走 走順了 那當然是馬幫到他 但是很多馬 其實田太安 不過不失 但是 但是一到這些 什麼獨角獸 他的處理都幾差 那 那 今天看到這個禮拜 十場馬 是 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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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訪問阿方 阿方 阿方 還有很多人 黃之環 有減十磅 就是說他 發出的指示 鑒於他發出的指示是 賽事分斷時間 證實12米至800米之間 捕捉比較標準時間慢 儘管他認為該區在對面法力 就是法力是不合發揮 但他確認田太可選擇策略 考慮他的解釋之後 那當然沒事了 最後又罰了馬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說明了 刷騎指示 信了 接著獸醫都要檢查 獨角獸 那關獨角獸什麼事 這馬不關我的事 如果馬會說髒話 都肯定忽然到你不信 關你馬什麼事 大哥 你們騎得很頑皮 撐你老潤 你給什麼刷騎指示 田康搞什麼 為什麼最後要通我鼻 摸我這裡摸我那裡 現在幸運而已 不用試襲而已 昨天那隻馬都不是很老皮 沙圈你還假的 那有時候 這不是迷信 但有時候 那些馬 有時候改馬名很奇怪 他改了這些馬名 你會覺得這些馬的脾氣 又怪怪的 有時候 聽了 有時候那些馬名不隨便改 是 那些馬名 講得獨角獸 那些馬名 那些脾氣是略怪的 是有些略怪的 有時候 我不敢批評 究竟 怎樣 至少現在 我不知道方家柏會不會再給他馬騎 以方家柏一向摘身人口 人家扔馬寶給他 他一笑致之 他很少會說出 他其實說到你不合法揮 就是騎得頑皮 當然田康搞今年騎得頑皮 大家只記得 這個 樂華勇士兩次 夠了吧 就是 鞭屍了兩次之後 那麼 其他 就是今年 就是 見到田太康騎沙繩的馬 就很少 真的 就是 現在 他不贏馬都不敢買他 我都覺得 要不就來地 靠產 靠推騎 就是 這個星期日 那隻 未影陽 影烈飛 那隻 未影烈飛 那隻一定是大熱門 那隻 翌鋒大熱 翌鋒的班次高一點 翌鋒的班次高一點 但是 翌鋒135磅加巴 左右 這些 這些 都是頭髮白系列 現在想到你 又燒家軍 又飽了 又飽了 大哥 首先 千萬不要再想 羅庫全是否能夠反先到 沒有 蔡若翰 不要想這些 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是 蔡若翰封了王 唯一就是蔡若翰第一次是沒有 近年 很少是沒有 莫雷拉之後 封王 就是 捧誰都可以 告訴你 這隻 未營烈飛 這隻肯定又是 三倍 四倍馬 你買不買 又輕磅 一二二 這些真是賭死你系列 第一隻他不行 那你真是二三四 後面那些都不知道怎麼搞 大飛 現在是不是黃昏馬 只跑了十場 我應該是否七一會跑十一場 還是七一會跑十一場 那你不是跑十一場 為什麼又跑十一場 不知道 最後那一場就是九點三 如果你跑 是呀 應該有一天會跑十一場 夜開就有不所謂的 夜開就夜了 是 我殺球那天會跑十一場 其實會不會有些時間給人吃飯 不是 你現在黃昏馬是搞到 那些人都不知道怎麼去安排吃飯 因為你平時夜馬 我可以早點吃 但是你黃昏馬 跑馬 喂 你不會走去 跑到八點吃飯 對 然後那兩場是怎樣 那你就早點 所以短點就收回去 所以最近有一個新聞 說你這個Food Panter 和那個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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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你夾手 當然生意一定好了 是不是 其中一個有因 生意好了 很多人叫我去買 是不是 入馬場未必有人入 是啊 這個 他為什麼會這麼早 我覺得這個是有些少考慮 我經常覺得我這些人是用盡系列的 反正我跑十一場 對吧 上個星期跑到 等我死了 就是安田紀念 搞到我 找了多少錢 都不是的 因為 本身的賽期是偏好的 是偏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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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宣佈黃昏賽之前偏好的 不是 我覺得賽事部的人很死固固 其實賭馬賽事 其實是等於演唱會這樣搞 就是搞得緊湊 什麼時候唱什麼歌 是吧 你最後一個歌手唱什麼歌 就是很重要 怎麼駁你手 真是 你以為是亂來的 是 真的 不過沒有了 田達安這個星期都 都是看第一場可以不可以 然後也不用買他 哈哈 他有幸運預見 就是幸運預見 那正路應該一定可以 如果聽你這麼說 第一場就贏 不是怎麼贏幸運預見 他不會在第九場才贏 是吧 很難說 他一沒開就沒有 他那些真的 幸運預見排外檔 他不是潘頓那些這麼精靈 潘頓這陣子也是 最初幾場的游泳 最後才跑 才出力 人家都奠定冠軍 你想人家怎樣 那你 對那些馬迷交代 人家是真金馬買你的 潘頓 所以我現在不買他的 我寧願當輸了 你贏了我你贏 人家是維港奔流 大樓 買燒場 那些四倍 美場大財跟你拼命 跑來生 那不死嗎 葉左行很久沒有上名 大樓 二十一倍 那些 我真的大財怎麼這麼懶 跑到二十一倍 就跟你對第三 你還想怎樣 不是那條三紅菜怎麼這麼好 二千五百五十六元 跑馬就是這樣 沒得說 買騎士 香港 基本上 大部分騎士 你很難尊重他 不要得罪說他 沒得賭 沒什麼感情已經很好 下山一百字 真的老實說 所以我經常要賭法國騎士 你不需要跟他有感情 他們玩 他們玩 他們喜歡玩浪漫 喜歡去就去 不喜歡去就不開 出去就不漲 是不是 巴道 你不要管他 適當時候一定會爆發 何明年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買到肥仔水 我是賭錢 我是賭錢 香港騎士 冠軍騎士 我想全世界是否只有香港這樣 冠軍騎士只有他被人罵 澳門的高軍騎士有沒有人罵他 我好像很少 新加坡 不知道有沒有 罵市民樂 罵道役那些 有沒有多人罵 我就不知道 但是香港很少 冠軍騎士也會被人罵 以動物 專稱他 有什麼人 香港很特別 你變成動保人士 要當他動物 本來莫雷拉好地 家庭 搞了一連串 都反感了 以前就不是 以前就揍偉達 不是這樣揍 沒有這麼凶狠 揍偉達 沒有這麼過分 他們沒有這麼過分 就是 我年輕的時候 不會叫他狗 街線 馬街線沒有 我們不會叫他狗街線 當時的冠軍 好像沒有罵得那麼厲害 你不會叫他狗狗 就是他一兩場失守 不會的 我們小時候不會的 告東來 就是我們叫他狗仔 是啊 就是我們叫他狗仔 親切一點 他不認識我 我們不會改名叫狗狗 我們不會的 真的很尊重告東來 我們小時候 這個年代的網上 不負責任言論 亦敢說 肯定是有人做了一批負責任的事 是啊 對 等於那個大姐 不會無端端揍你什麼代 當然 當然有做了一些事情 我才會揍你什麼代 對不對 就是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就是 十三位大 最多說他贏不了一級賽 但我們不會叫他狗仔 或者叫狗仔 我們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這些事情 所以 所以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的騎士好像不用尊重 老實說 最慘連報民都會對他 對他以前澳洲很尊重 你來了香港又沒有那麼尊重報民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報民我也喜歡買他的 就是他贏不了很多 但是他的二、三、三 也不少 難怪這陣子叫你喝茶這麼難 買了報民 不是啊 我整天報民回答艾道娜 我覺得這陣子OK 這陣子 不過艾道娜呢 也不要罵他這麼多 是 剛才我開球之前 大飛說了 原來他也罵了八個第三 是啊 就是這些位置 位置街選 他那些 全部十幾倍二十幾倍 這個星期大佬 我們這個護級馬房 鄭鎮偉 能不能夠護級 他那兩隻泥地馬給了 前程給了艾道娜 無心碎便 大盜智貞 兩隻有排面馬來的 贏不贏都不知道 希望贏到一隻 守美門 我兩隻都有選 大盜智貞 美門就是潘頓跟他守 大盜智貞 隨時三隻贏了 馬上簽名護級成功 不要不相信這些 好了 大飛這個星期有什麼馬 介紹一下 那隻實現夢想 上次很厲害 當然這隻 你猜這隻 有沒有十二元呢 十二元 應該也有的 也不知道 完全沒有對手 但是只有八隻馬 可以幻想 可以做他對手的對象也有 八號紅日社 但是就是潘泰安 疑心星 減十磅 可能也有些人憧憬一下 不過應該也不夠 這隻實現夢想來 很厲害 我喜歡第二場的七號 這隻是大千陽明 這是什麼馬 楊明系 楊明系跟大千 我又不是那麼熟悉 不過應該是合合的 即是叫做聯名的 這隻馬 也挺好的血統 不是那些 純粹跑短途 好像百進巨星那些 只跑短途 這隻大千陽明 有些款式 但是又不是純粹跑一千千二的馬 其實不是試了很多閘 只是三個閘 最後那一課 在松化市那一課 明顯是進步了些 即是 現在有些雜商 是有少少鬧窄 但是你說出了一課之後的走勢 或者那個落腳的 好的 那個腳法的程度 是挺好的 都是一直都在進步 第一次出 應該不是 有些美麗緣分 善才同志 阿蔡 羅富泉 擺在那裡 可能大家都會揹一下 五六號可能會擔感些飛 變成大千陽明沒什麼壓力 反而令到他很發揮 長線就不會跑一千米的馬 剛才也有說 希望靠質素的搏一下 能否贏到五六 其實五號上次就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缺陷 他上次是伏尾 就是最後幾部回來 以為在贏中 以為在贏中 其實沒有 未必是有什麼好馬 那就搏一下這隻大千陽明 初初就贏了那些阿蔡羅富泉 嘩 好了 即是兩隻是嗎 你當是吧 因為我自己挺喜歡這兩隻 那隻太熱 三場五就太熱 另外呢 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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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場七號 龍船狀元 跑回到最好的 跑回到最好的路程 千八 尾場 上次的泥地也很接近 這些很正張的馬 他還是在季尾保持得很好的狀態 發縮 發縮 他最好就是什麼 沒有跑過黃太后杯 遮打杯 衝了分子上去 他維持在這個磅位 他又不是搏得那麼多 其實他是純粹是擺前走的馬 雖然又會有一隻桃花雲 有些近跡幫他擔一擔飛 或者分散視野 所以這隻龍船狀元 純粹擺在前走應該是挺好搏的 看看可不可以受讓11磅 自勝者強偷他雞 試一下這一隻 好 OK 兩場泥地 我都是買埃道拿達報紋 因為埃道拿近來 他都算是搏的 而且我喜歡兩隻再拖 多一隻 傻了 然後過關 而且埃道拿的票通常都不會熱的 變成了有些分頭 不用說 你扔一下潘頓 就算你贏了也沒用 對不對 這件事 所以我會是第一場 三五和 第五場二一 對 對 對 好 就是這樣 對 對 好 到小米了 到了季尾 當然想起以前的往事 我很喜歡記起季尾馬 我會想起一隻馬 我這次介紹 我喜歡四場四號風箏 我記得去年六月左右 就下了一場大雨 那一天 他就贏了 那你的風箏呢 去到四班 就算了 五班 我就覺得有些班 當然 最大的對手當然是大洪心 但大洪心這件衣服 你看那些賽職就知道 十三、十三、十三、十四、六、一 上一次我是介紹大洪心這件衣服 不過已經隔了一個多兩個月了 那就是 大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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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美麗什麼 那隻 那這次的風箏 他爬了二檔 一百三十三磅 當然那些職 都不是那麼好 但這場馬 其實職最好的那隻就是 山山勝勝 但王志雲騎馬 一定會輸 那隻 得勝多 他騎得好一點就贏了 他不下邊就贏了 得勝多 他贏了 但就因為 給人家中環十六 那可能又見到中環十六 下這麼多票 我是特意打多幾圈 職馬票 都不奇怪 無謂炒我 瘦仔 所以這隻 所以這隻 今個星期我就介紹這隻風箏 這隻馬 我覺得 差不多近磅 不是一定會跑臨地 今個星期應該都 天情地化 留意一下這隻 四場四號風箏 好了 當然到最後 希望大家課金 另外 就小米樂園新一年度 會員又招收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米樂園 如果詳細在小米樂園的Facebook裡面 報名 希望新一年度 繼續支持小米 今天也很有誠意 叫到賭神 怕賭神很久沒有跑馬 經常中波總的啪啪聲 立刻叫大飛哥 大飛哥真的不是說謊 在京都馬場出現的人 當然有些猶到 我們只是去京都戲院 但是去京都馬場 懂得賽馬的人 零射不同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下星期再看看我們 小米樂園 我會寫個時間表 下星期再做賽馬 好嗎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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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